洛克馬小寶寶代言農產品 宜蘭三星鄉出現這隻可愛的黃色洛克馬寶寶 不要懷疑它真的是寶寶喔 重約200公斤的小洛克馬 是農曆春節時製作超大洛克馬的十分之三 三星鄉公所 特別重新再打造一隻新木造的 我們叫做青山小寶寶 它的長度差不多有兩米半 大約有兩米 看到大約有一米 微笑的表情超可愛 小朋友喜歡大人也習慣的同氣 搖搖洛克馬已經成為一個新的療癒的新產品 這隻可愛的洛克馬寶寶 將代言三星鄉農產品成為商品標誌 三星農產品 上 東新聞宜蘭報導 市場 中 感谢观看